之前呢 我们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大家现在是在用流量观看这些视频呢 还是在无线网络下观看的呢 我们前段时间不是刚好搬家了嘛 新家新西夏 诶 这刚刚好啊 中国电信就给我们系列了 独家定制版的路由器 真的很不错了 还说送给我们了 但我们这刚买了新的 这家路由器到底该怎么办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烦恼啊 随着步入了千兆宽带 千兆5G 千兆WiFi的三千兆时代啊 无论是在室内还是室外 有线或是无线 手机又或是电脑 都能够达到千兆以上的网速 但 上啊 干他 别怂啊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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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兆时代 家里的WiFi还是会一卡一卡的 玩起来是真的很烙心 而5G的覆盖面积嘛 也是改善不了的 但家里面这种无线网络情况 还是比较容易改善的了 像我们新办公室嘛 月装的是千兆宽带的原因 而这台路由器呢 也陪伴我们三次搬家了 也完全使用不能换掉它 但它的无线协议只支持到了WiFi5 用起来总是一卡一卡的 再加上搬完家 这就导致我们月初的更新 并没有跟上 我们后续也会更加努力的 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我们了 让我们来看看中国的 Protected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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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同时WiFi6加入了新的OFD MA技术 也支持多终端同时变身传输 有效地提高了效率 响应时间更短延迟更低 不会再因为人多开黑出现延迟的问题了 随着路由器的发展 中国电信还推出了支持WiFi6 Plus的路由器 相比较WiFi6 开放了曾经不支持的160MHz频宽 理论速率更高可达 9.6GB每秒 接下来我们就从普通用户的角度 来体验体验这四款路由器 值得一提就是 这三台WiFi6和WiFi6 Plus路由器 都是支持Wan口和Lan口盲插的 Wan口是用于连接外部网络的 而Lan口是用来连接本地网络的 如果家里的网络是100MHz以上的 要注意一下你的路由器端口是否是千脚端口了 比如用的是1000MHz的网络 端口只支持100MHz 那么你所能用到的带宽也只有100MHz 那接下来就是测试环节了 这三台路由器是专门为了搭配电信的 全WiFi业务里巴而准备的 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了解一下哦 虽然这几台都是办理业务的配套产品 但我个人来说还是很好奇 这几台里面到底哪一个性能更强一些呢 那我们尽可能地在相同的网络环境和配置下进行测试 因为周围的网络环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所以信道方面也设置为自动选择 再次说明一下 我们只是模拟普通用户的使用环境 第一个是距离测试 受环境限制 没有墙体遮蓋的测试距离是8米 第二个是游戏测试 同时我们在相同环境下测试游戏延迟 第三个是障碍测试 因为我们的一楼没有封闭比较完全的墙 所以我们在二楼连接一楼的路由器来测试速度 整体测试结果如下 总的来说 无论是在信号强度 穿墙方面 以及这一楼的使用上 WiFi 6 Plus 路由器 的确是要比我们原来的WiFi 5 路由器 要好很多 稳定很多 可以看到 在办公室升级到千兆宽带以后 搭配上了这开放的160兆赫兹的频宽的WiFi 6 Plus 路由器 确实具有更快的速度和更强的穿墙性能的 吃瓜都能赶上热的了 这三千兆时代 怎么能透过千兆宽带呢 中国电信推出了全无智能WiFi业务 直接帮你实现 大家也可以看看自己家 是不是千兆宽带 有没有搭配千兆的WiFi 6 Plus 路由器 如果有问题的话 可以在评论和弹幕区说说自己家的问题 说不定就有小伙伴来帮你解决了 距离这三台路由器嘛 我们就给大家抽了吧 具体详细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动态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